今年張遠國小 2016年度一年級是沒有新生的狀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是因為也許很多家長會考量到說 在這個區域可能沒有就業的機會 那為了他的生活上的考量 所以他們會選擇在北部或者是西部來就學或是就讀 那另外原因是可能這個社區也慢慢的就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那也讓一年級新生的人數也也招生不足 所以說是有些人有些人 那當然是有些人 會不會有其他人 也不想像是有些人 也不想像是有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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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